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在茶运之下 则有左右奥仙王 各率领一大部落 匈奴族早在公元前七八世纪时 就以生姬和繁衍在中国北方的宝大地区 建立几世族和部落联盟了 公元前三世纪时 匈奴进入挺新时代 军事实力得到相应加强 于是不断骚扰秦 赵 烟等国的边境 公元前二六五年 匈奴骑兵被赵将领悟击败 但不久又卷土重来 直至公元前二一五年 秦始皇英正派遣蒙田出兵攻击匈奴 匈奴战败后 不敢南下木马 是不敢万步遥抱怨 但是 到了秦朝末年 匈奴却又趁机向南发展 逐渐放进秦朝的飞赛 到了汉武帝时期 汉王朝开始主动攻击匈奴 在军事天才卫星和过去军的持续打击下 匈奴元气打伤 逐渐摔弱下去 并最终分裂为南北匈奴 后来北匈奴接去欧洲占写不凉 南匈奴的助力向南结役 他们一直居住在河奴一带 三国时期曹操把匈奴处置五个部 到了三世纪 匈奴族的五部大都刘渊 在成都网英手下大将军 当时西晋制在经历巴王之乱 刘渊带领了匈奴族的大产业 占领了北中国的大部分地区 自称汉王 史称汉赵 匈奴的一只族群称为杰人 汉赵的大将级人石勒散汉 建立赵国 史称石赵或后赵 后被敌人服侍前倾熟练 融入匈奴人中的岳士人 周围匈奴别步卢水 其中举区家族团居后梁汉公断业为主 在线甘宗地区建立北洋 或举区蒙迅沙断业 自立为北洋主 后被鲜卫人拖把式北非送面 匈奴与鲜卫的混血后代 周围姐夫人 给夫人刘伯伯被鲜卫拖把神机败后 投奔枪人的后勤 后自认为是末代的孙奴王 改姓赫连 在河桃地区创立下国 史称湖夏 后被北魏所灭 孙奴融入靠近高里的鲜卫的宇文氏部落 进入朝鲜班达 后来宇文氏在新卫建立的北中正选 被汉族万纪养间所窜 然而坚进过南中北战后 创立随朝 再次统一中原地区 以上是十六国极为晋南的朝时期 匈奴在中国历史舞台上进行的最后一场演出 之后 匈奴作为一个独立的民族 却在从中国里始终消失 匈奴后裔融入汉族以后 所改汉性有流 鹤 丛 乌岩 墨奇等 大多生活在接近的山西 山西 山东里 湖队主人还希望 Dark战 浒串 你的驼命 豕肉 fig他 匿计可 虚排